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鼻屎怎么那么大磕 樱桃啦 躲鼻屎 好啦好啦 那我就带你整盘鼻屎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整盘鼻屎 因为我们现在很自在地在家里 那我就现在挖给你 挖给我什么 鼻屎啊 在这边加点鼻涕还有鼻血 不用不用不用 我已经吃过饭了 谢谢 因为我们现在很自在地在家里说故事给大家听 所以呢 既然很自在 我们就来一边吃水果 一边吃东西 一边聊聊天跟大家说故事咯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故事 妈妈是天线宝宝 那是 那是巧克力棒加樱桃的天线宝宝 各位家长 你们家的小孩是这么有创意的吗 好啦好啦 你一边吃 妈妈一边说故事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故事 不行 为什么 不行 好啦 拜托你让我说故事啦 出版社会生气喔 出版社不会生气 出版社说我们再闹他们就要生气了 我们来讲可爱的故事 这一次呢 这个故事有两只小猫咪喔 小朋友你喜欢小猫咪吗 如果你们在路上看到可爱的小猫咪 你是会跟他们玩一下啊 或者是为他们吃东西啊 还是你会欺负他们呢 你是什么样的小孩呢 希望你是乖乖的小孩 你这样有点暗了不清醒 所以看到他们在逃跑 连猫你都要逃跑 连猫你都要逃跑 我以为你只有狗才会吓到 没有想到你连猫都会怕 猫那么小 小动物那么小 我们要爱护他们喔 不用害怕 也不要欺负他们 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 是由 连金童书出版的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我有 我的大平时 作者是金士石 画画的人呢是郁志贤 翻译的是黄慧玲 看来又是一本韩国的 我翻译韩文的一本 可爱的绘本了 金太科 没有啦 我的好朋友 小妹你的好朋友是谁 你有好朋友吗 全部的人 全部的人 学校有学校的好朋友 才艺班有才艺班的好朋友 岸青班有岸青班的好朋友 是不是 到处都有好朋友 我也是耶 我国中有国中好朋友 高中有高中好朋友 大学有大学的好朋友 上班有上班的好朋友 到处都是好朋友 上班有大大的肥肉 上班之后长出了大大的肥肉 好啦 讲故事吧 你的好朋友是怎么样的好朋友咧 是不是 对你的生活有帮助的 真正的好朋友 还是只是 踢腿 还是只是有好事才会在一起的好朋友呢 他们可以 有福同乡 有难同当吗 来讲这个故事咯 我的好朋友 好 我们看到这个 你看你看 好可爱喔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猫咪 小妹 小妹 白色 你也喜欢全白的啊 我喜欢爱捆那种 我以前养的猫是 花猫 什么颜色都有的 它是一只流浪猫 生的小流浪猫二代 好 它是什么妙 我是小雪 我的毛是白色的 我很喜欢蝴蝶喔 它们会让我的鼻子跟耳朵痒痒的 哇 你看这只小蝴蝶飞啊飞 有的时候会飞到猫咪这边 那你看 小雪好像在跟小蝴蝶一起跳舞一样 它好可爱喔 上面还飞了很多 你看 这不知道是小树叶啊 还是蒲公英 我们昨天去公园玩的时候 是不是有 在天空好像在飘 棉花 对啊很可爱 那个都是种子 种子戒着 棉花树的棉花 棉花树的棉花 还有种子啊 它飘来飘去 随着风飘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到地底下去 重新生长变成一株新的食物 所以像刚刚那一页也是 好 你现在看 你看怎么了 但是其实它看不见蝴蝶 而且它跟我们刚刚第一页看到的不一样 第一页看到的很雪白 对不对 而且是在大自然 好开心喔 可是你看我们看到的第二页 它是一个小巷子啊 是脏兮兮的街上 有垃圾头 还有这个下水道 看到的洞掉进去 它的毛也没有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么白了 灰灰的脏兮兮的 它说我看不见这些蝴蝶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看过雪 它都没有看过欸 不是因为它住在热带国家 也不是因为它没有出去玩过 是因为它怎么样 它眼睛看不见欸 对 是因为它眼睛看不见欸 它是一只失明的猫 它的眼睛看不到 而且它常常会撞到东西 有的时候还会被绊倒 你看比如说被垃圾桶绊倒啊 或者是掉到这个下水道的洞里面去 它的毛就会变脏 因为你看它掉到垃圾桶上面 那个脏兮兮的污泥当然会变脏 掉到下水道下面都是恶心的臭水沟 当然会变脏 它看不见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所以弄得脏兮兮的 地上也是它的小脚印 可见它踩到了很多脏脏的东西 好可怜喔 可是虽然说这样子 它的其他的猫咪同伴啊 很同情它 因为知道它看不见嘛 在街头求生存很困难 其他的猫会同情它 它们会想要帮小雪喔 可是 有的猫会嘲笑它 对它很坏 就像这一只 这只橘黄色的猫 它叫做小羊 像这一只叫小羊的猫 它就对小雪很坏耶 但是它 它没有声音 它 它会说话喔 你看小羊它说 它听不到 它听得到 它是看不见 但是 它看不见反而很容易被欺负 因为不知道谁会在它附近欺负它嘛 但是它听得见 它听得到小羊对它说的风凉话 小羊对它说什么 它说 欸 你又跌倒了 你根本就不像雪嘛 为什么根本不像雪 因为脏脏的啊 脏脏的根本就不像雪 它听不上 它听得 那是后面的故事 好 你看 它就欺负小雪 小雪看不见常常跌倒 然后呢 它们到了陌生的地方 你看 像小雪啊 它被这些杂物 木板压住了 对不对 受困了 需要人帮忙的时候 你看小羊那个坏坏的笑容 小羊说 小雪我要回家了 你自己找路走回家吧 哈哈哈哈 说完呢 它就笑着走掉了 它怎么这样 它不但不帮它 还笑咪咪的走掉 它就是在看它出球 或者是看到它需要帮助的时候 不伸出援手 还有 它们去草地上啊 可能是公园 哎呦 小雪真的好脏哦 它们去草地上玩的时候 小羊说 嗯 这朵花好漂亮哦 但是你当然看不到啦 哈哈哈哈 哎呦 它故意嘲笑小雪是看不见的 嗯 比如说感受到蝴蝶啊 感受到温度啊 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美好 可是你常常拿对方的弱点 来攻击对方的时候 对方还是会觉得受伤 还是会伤心的 所以小雪说 他觉得心里很难过 而且有一次小羊好坏哦 小羊怎么这样做 他邀请小雪一起玩捉迷藏 那小雪呢 就躲到一个树洞里 等小羊来找他啊 哎呦 我觉得好奇怪哦 小羊常常欺负他 他为什么还要跟小羊玩 不知道 没有人跟小雪玩 所以他非要跟小羊玩不可吗 还是小羊其实有什么优点 还是小朋友 其实常常都会这样 虽然知道对方对自己不好 但是忍不住还是想跟对方玩 因为小孩子都喜欢一起做伴一起玩嘛 小雪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觉得小雪为什么 小羊一直欺负他坏坏 可是小雪还要跟小羊在一起玩 到底原因是什么 他躲在树洞里等小羊 听到了风吹过草地的声音 闻到树上新鲜的夏木果的味道 他一直等一直等 可是小羊都没有来找他耶 哎呦怎么会这样 这样天黑了 小雪也找不到路回家 小羊就这样把他丢在野外 不管他耶 好坏哦 可是即使如此 小雪说他还是没有办法讨厌小羊 因为他想要跟小羊做朋友 到底为什么 小妹你觉得 你有遇过这种情形吗 你觉得那个小朋友 怎么老是欺负你 可是你最后还是想跟他玩 没有哦 你交朋友 你的人际关系很顺利哦 希望你永远都这么顺利 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哇 出事情了 你看看 所有的猫咪都聚集在一起 还有这个 灰色 深灰色的猫老大 看起来好生气哦 他对谁生气 这是小羊 对不对 这是小羊啊 小羊也很生气 猫咪生气的时候 背会这样拱起来 拱的这样 一坨的感觉 哦 远远的还有一只小老鼠 小妹看到了 在上面还有一只小老鼠 好可怕哦 这是一个剑拔奴章的一个状态 怎么回事 队长就是这只猫老大 他很生气 他虽然看起来很凶 但还蛮漂亮的 他有灰色的毛 然后蓝色的眼睛很好看 好 队长很生气的大吼咯 他说 小羊 你偷了我们的鱼 没有 我没有偷 这里有你的毛 明明就是你偷的 哦 在鱼罐头这里 谁给他们 可能是那个 喂流浪猫的好心人 像以前拱拱 不是就 常常会到处去喂流浪猫吗 可能是像拱拱这样子的 好心人 喂了他们吃猫罐头 哇 好豪华哦 可是呢 这个猫罐头旁边 你看 有好多 橘色的毛 橘色的毛就是小羊啊 所以小羊说 没有 我没有偷 可是队长说 这里有你的毛 这就是你偷的 哦 我昨天晚上在那边睡 所以才留下我的毛的 可是我跟你保证 我没有偷你的鱼 小羊说 结果队长更生气了 他就被拱得更高了 他说 你还说谎 你不觉得丢脸吗 队长怒吼了耶 哎呦好生气哦 好 这个小羊很难过 他说在墙角很生气 他也很沮丧 他躲在墙角的时候 哇你看 小雪他走过去找队长耶 他竟然帮每次都欺负他的小羊说话 小雪说什么 他说 有人嘴巴里面有樱桃 所以说不出话 你吐下来了 我老天爷 那你本店已经吐子子了 你帮小雪说吧 小雪说什么 小妹你看 小雪说什么 小羊 小羊没有偷你的鼻子 你好方便 小羊怎么样 没有偷你的鱼 你怎么知道 你根本看不见啊 我的心看得见 小羊什么也没偷 也没偷 偷 我的心看得见 小羊什么都没偷 奇怪了 明明什么都看不到的小雪 她为什么要用她的心 帮小羊证明呢 她说小羊什么都没有偷 好奇怪哦 小雪接着说了 她说 那天晚上 我跟着一股鱼腥味找 就找到小偷了 因为小雪她虽然看不见 可是她越是看不见 她其他的感官就会越灵敏 比如说她的听觉可能就更好 或者是她的嗅觉闻东西 是嗅觉可能就更好 所以呢小雪说 她跟着那个味道 鱼腥味的味道 她跟着走走走 就找到了小偷耶 她发现鱼呢 是被一只流浪猫偷走的 是这只小黑宝 黑色的 我们家以前也养过一只黑色的猫 黑猫好可爱 而且他们的眼睛都是黄色 好可爱 鱼是被一只流浪的这个小黑猫偷走的 那队长呢 把那只流浪猫赶走之后呢 哎呦 队长人很好耶 她知错能改 她就跟小羊道歉 跟小羊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所以流浪猫是这一只 在队长前面 这只黑猫是她干的 好 这件事情呢 就这样结束咯 小羊也没有被误会 那小雪呢 也帮了小羊 一把之后的有一天 小雪在草原上散步 一边走一边闻着花香 虽然看不到花 但是花香很美丽耶 她用美丽来形容花的味道 突然之间呢 她闻到了一股不同的味道耶 是酸酸的 湿湿的 还有鱼腥味 怎么回事 哇 是那一只流浪猫耶 哇那只流浪猫来找小雪报仇了 小雪好害怕喔 她赶快逃走 跑跑跑 可是她看不见啊 你看她跑到这树林里去 她看不见的东西就会撞到树 好危险喔 她东撞西撞啊 而且还被绊倒 绊倒了之后又赶快爬起来 哇 跑得太远了 她根本就已经不晓得自己跑到哪了 我现在人在哪里呢 好害怕喔 她听到了风吹过草地的声音 闻到了树上新鲜橡木果的味道 嗯 好熟悉喔 小雪觉得我知道这里喔 这里就是上一次 她跟那个小羊一起玩 躲猫猫就会被小羊丢在那里的那个地方 那个小树林 所以小雪呢 就赶快躲到上一次躲的树洞里面去 她等啊等等啊等 从白天等到了黑夜 那只很坏的流浪猫走了 可是呢天也黑了小雪好害怕喔 她不敢走出去 她不知道流浪猫还在外面吗 她离开了吗 还是会继续欺负她呢 这个时候谁走过来了小白 小羊 小羊怎么会过来找她呢 等了又等的时候 她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说 小羊 你没事吧小雪 哇真的是小羊欸 小羊好像白马王子 但是是橘 橘马王子来救小羊 橘子王 喔她是橘子王 橘子王来救小雪了 小羊她跑过来 小雪就很高兴的说 小羊 你怎么知道我躲在这里 小羊说 我的心看见你了 哇 之前小雪不是说 我的心看到小羊没有偷东西吗 现在小羊也跟小雪说 我的心看到你了 哇 从这个时候开始 小羊跟小雪他们就正式做了 很要好的好朋友咯 而且你看小羊很好玩 他用他的尾巴啊 轻轻的放在小雪的脸这边 小雪只要脸感受到小羊的尾巴在这里 就跟着尾巴走 他就不会迷路了 所以小羊用尾巴来当那个 帮助盲人的那个 那个手杖 有没有 我们看到我们 你如果去坐捷运 或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盲人朋友 他们走路不是都带了一根 细细的手杖 会这样敲敲敲 确定旁边没有危险 再继续往前走 左边敲敲 右边敲敲 那或者是呢 用那只手杖 或者是导盲犬 带着他们往前走 那小羊呢 用自己的尾巴好像当牵线一样 牵着小雪往前走 真的好聪明喔 从那天开始 他们两个就变成好朋友了 而且你知道吗 小羊啊 她还写了一封信给小雪喔 小朋友你想知道 她们写了什么信吧 要不要念给大家听 你念 妈妈 妈妈念喔 因为小妹她现在嘴巴很忙 不好意思 她很开心 吃得很开心 好 小羊说 亲爱的小雪 以前我同情你是因为你看不见 我讨厌你 是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 我嫉妒你 她嫉妒她欸 她看不见她还嫉妒她 我嫉妒你 是因为其他的猫比较关心你 对不起 她就是 你知道小羊她 想要得到大家的关心 关注和关爱 所以才会故意欺负小雪的啦 我以前对你那么坏 小雪 其实你什么都看得见 因为你有一颗 全正的心 哈哈哈哈 樱桃太好吃了 其他的人都说我偷了鱼 却只有你相信我 你在躲避那只流浪猫的时候 我也同样用全正的心去找你 你曾经说过 心可以看得见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你的朋友小羊 哇 她们不但和好了 而且还做了很好的好朋友 还有哦 这个就是今天的故事 叫做我的好朋友 是由莲金出版的 还有哦 你知道吗 像莲金出版的这一个系列啊 就是心灵成长系列 它会跟大家每次有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这次的主题就是同理心 请我们呢 来感受一下 当你的朋友遭遇逆境 需要帮助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朋友有什么缺陷 需要帮忙和特别关心的时候 你可以理解她的心情吗 你可以有同理心吗 那在这本书 其实在这一系列 心灵OK凤系列啊 它在这本 每一本书的后面都会有一个 很像你们的学习单 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写写这个学习单 好不好 好我们来看看哦 你把脚放下太丑陋了 好 它说呢 让我们想一想 来 让我们想一想哦 跟双眼失明的小雪 要用到你了 跟双眼失明的小雪 玩什么游戏好 因为它看不见啊 可以玩什么游戏小妹 这是闻东西吃东西 还有摸东西啊 闻东西吃东西还有摸东西 哦 对有道理 这些游戏好像都不需要用到眼睛 对不对 闻东西小雪的嗅觉很灵敏 吃东西 大家都会吃东西嘛 没有差哦 还有什么 摸 是不是 闻东西吃东西在摸东西 摸摸看 那我们可以摸摸看 这个人是谁 摸摸摸看 摸摸看 舌头伸出来跟我摸 她一定是小妹 好 好 这个是感知游戏 小雪可以玩感知游戏 这是很好的建议哦 好 那如果说呢 你看它下面还有一个 它说你可以帮这一只小猫咪取名字 它是一只怎么样的小猫咪 它跟小雪不一样 小雪是看不见 这只小猫咪它听不到 它失去了听力了 你可以帮这只小猫咪取什么名字呢 可以想一想 我想帮它取铃铛 虽然它听不见 但它像铃铛一样叮叮当当 就是心啊 它的心其实可以听得到 这是我取的名字 那你咧 你觉得咧 要想一想 阿灰 叫阿灰 为什么 因为它灰灰的 啊 啊 还是看它的样子 来取的名字 小朋友你们觉得呢 就是下面这一只灰色的小猫咪 它是听不见的 我们来帮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好 然后还有哦 你还可以在家里玩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说请用毛巾 蒙住眼睛 画像小雪所看到的世界 我们平常画画啊 都是看到什么在画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看不见 那你心里构想的世界 你的脑子里 构想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 它请小朋友 你用毛巾或者是眼罩 如果你有眼罩的话 蒙住你的眼睛来画画看看 你可以画出什么 画完了之后 你也可以拍照上传 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好 今天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说完了 就是这本 我的好朋友 希望你可以喜欢 记得用我们帮那只灰色的小猫咪 取个名字 还有 如果你真的蒙上了你的眼睛画画的话 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你的画作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粉丝页 给我们看好不好 好啦好啦 好啦我们今天第一个故事说完了 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跟大家说拜拜小妹 拜拜 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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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